大家看非常瞩目的淡海科学城 预计会带来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跟人口红利 加上呢 电江大桥在年底就要通车了 交通也到位 所以有不少民众前往卡位买房 淡海新市任战 有捷运红线和淡海轻轨经过 再加上房价叫新北其他区还要更加清明 使淡水以黑马之姿在房市中冲出好沉积 其中一项最大关键因素 就是这里将有强势的交通力多 吸引不少民众提前卡位 它的交通的建设部分 其实除了就是轻轨还有捷运之外 目前的淡江大桥还有淡北道路 也在陆续的开工当中 所以未来的一个交通的车流 可能有比较不会有那种拥塞的情况 整个交通的可谨性有大幅的增加 那另外就是在新市镇的部分 其实淡海新市镇最近的一些 整个开发也比较趋近完整了 所以整个人口进驻的状况 其实也非常的明显 淡江大桥完工后 将转移淡水运输走廊30%流量 淡水与巴黎往来 不需再绕行关渡大桥 前往桃园机场缩短15公里路程 尖峰时段可节省25分钟外 未来完工后 预估车行至桃园机场约26分钟 新版特区28分 台北车站29分 新装复都行约25分钟 大幅缩短与市中心距离 台北港也在10分钟内就可以抵达 淡江大桥它的一个配置 是一个双向四个车道 上面也有配机车道 跟自行车道跟任性道 那在它的间峰小时的 总输解量的车道容量 可以接近输解掉 这个8360个PCU 那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让台北港的这个大货车 它有一个直达联通的一个桥梁的一个 跨越我们的淡水河 那可以不用再去绕行我们过去的这个淡水 比较庸舍的一个主尾路段 不止交通议题发酵 淡水还有一大建设 也将带来一波人口红利及就业机会 那就是淡海科学城 那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在 不管是竹科 中科或是南科 我们都可以发现说 科学园区的确就是带来了 大量的就业人口 那也就推升了它一些购物的需求 所以的确就是在房市的价量部分 有很明显的一个推升的效果 那我想如果说淡海科学城 未来能够真的实际的落实 然后去开设的话 对于周边的房市 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效益 以淡海新市镇来说 不仅有淡海轻轨第一时站 周边有淡海双羽火小 还有影城百货 最近的大卖场开车五分钟 即可抵达 提前卡位购物的民众 从数字上就看得到 淡水人口高度成长 2024年六月底也有十九万人 迈向冲破二十万人口大关 淡海科学城 目前大概是一百五十公顷的规划 由中央国土署结合相关部会 再去做规划 那以目前所知的资料 大概会将近投资有 五千到六千个就业人口的机会 那产值的部分 当然会目前正在研究 看是配合未来的IC产业 或者是这个生物科技产业 那产值目前都还在预估当中 随着交通到位 科学城进驻 建设力多消息发酵 淡水区已有不少区域 近两年悄悄补涨 连代史预售屋也跟着行情看窍 未来房价充满想象空间 今天都才能吃到